蝸蝶 嗨大家好 我是昌尼 那這一次呢我們是來做就是白色情人節3月14號的一個特別企劃 那因為我是就是想說在那天 呃...PO出一些跟平常大家看不太到的我的照片 所以就特地來到這個地方來做拍攝 這間旅店它所在的位置是在大稻城 那這裡最有名的就是應該就是迪化街吧 過年然後媽媽要來辦年貨就會很熱鬧 那這裡當然就是有很多早期台灣就是一些比較古老建築的影子 然後就非常的古色古香很有特色 那當然也有很多老宅的改造 弄的也都很漂亮 那這次拍攝的地方 應該也是吧 它的名字也取得很特別 叫做門草行旅 其實當初為什麼會找到這裡 就是我也是在網路上找說台北有哪裡有特色的民宿 因為其實我希望是以房間為主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希望有一個戶外的景 然後結果我就一直挑一直挑 就發現這一家名字很特別 然後我就點進去 結果一看照片就哇驚為天人 這可能是很有質感然後做得很漂亮 再加上其他四樓有非常大的一個陽台 當然陽台看出去也都是一些比較老的建築 那就覺得哇這樣子拍起來應該會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家 其實還蠻開心的 因為老闆娘非常的親切 如果大家有興趣在台北做個微旅行 然後或者是海外的朋友 然後想要住在有特色的旅店的話 我很推薦這裡 這裡的環境真的很好 我得說老闆娘的品味真的讚 很多很多的細節 昂翔啦 然後衣架 衣架也超漂亮的 我整個嚇一跳欸 那當然因為今天彩拍也不知道就是白色情人節 PO出來之後大家的感覺是什麼 希望大家會喜歡啊 畢竟我也是有點用心 對然後如果反應不錯的話 其實我2018年是還蠻希望 可以多在自己的影像 然後還有就是形象上面就是 下一些功夫這樣子 最重要的事情是 是要先減肥 沒有啦開玩笑 應該會有比較多機會就是 就是拍拍照啦 然後拍拍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不會是愚昧的通通都是電彎 電彎電彎這樣子 對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樣的康妮 因為其實本來康妮就是這個樣子的 只是因為今天的電彎工作 所以大家看到比較多電彎的東西 嗯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拍攝其實還蠻開心的 首先呢因為景真的很漂亮 然後再來我也覺得 還蠻滿意自己食物的那個布置 大概只有一小趴 然後吹泡泡的部分其實還蠻好玩的 就是 希望發現 欸自己玩開來了 到底有沒有在注意鏡頭 其實沒有 好那個部分的話 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男朋友視角 哈哈哈哈 那也很謝謝就是攝影師 就是願意這樣來幫我拍照 真的非常開心這一次 能夠做這樣的拍攝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 如果反應很好的話 之後呢就會越來越多 這樣子的 作品呈現 嗯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